南投竹山一夜七震 规模最大一体发生在19号晚间11点23分 规模达到了5点1 民众说听到了地震警报 伴随地鸣声响吓到腿软 而根据了气象局的地震测报中心记录 在11点以前就已经发生了两次的小区域前震 竹震出现后 陆陆续续又有四起余震发生 而且不排除在未来一个礼拜之内 还会有规模3到4的余震发生 民众很担心 这会不会跟921大地震的车龙谱断层有关 而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表示 这次地震主要是破碎带所引起 离断层还有一点距离 而且相同地区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连续地震的现象 一阵天遥地动 店内一整排灯笼巨烈摇晃 铁卷门也被震到前后晃动 时间大约持续20秒 中部19号晚间一夜七震 连民宅地板瓷砖都出现裂缝 最大的一起地震规模达到5.1 很多人都被地震吓到 云林 彰化 南投 还有嘉义县市分别都有到达最大震度市级 那我们也同步针对这些区域发布了 细胞广播的资讯 不少网友都说听到哄一声就出现上下震动 三秒后才收到地震警报 约人说921之后再一次听到地铭有点腿软 地震当下连门都被震出声响 3月19号南投竹山一夜七震在主震发生之前 89点各发生一起规模3.3的前震 云林嘉义民众可能比较有感 紧接着晚间11点23分 规模5.1主震报道还伴随地铭 后续到20号凌晨陆续发生四起小区域地震 深度都在14.3到15.5之间算是浅层地震 其中主震规模5.1有四个地区 最大震度达到四级 包含南投嘉义张化云林 另外台中台南也有三级 甚至连澎湖都有感 南投连七震不免让民众联想到921地震 不过地震侧报中心表示 这次地震原因跟921车龙普断层不一样 民众不必太过恐慌 跟当地的一些破碎带有关 跟断层可能目前还比较对不上关系 这个区域在过去也有发生类似的现象 那最近的一次是在2017年的11月5.6的地震 那它后续也有一些余震的发生 比这一次的余震还多 未来一周内可能还是有规模3到4的余震发生 提醒附近居民还是要多加留意 节奏报道 日前女老师混沌台发生发现 62名远警过滤了将近2000台车 肇事车辆终于找到了 警方根据当时的行车记录器 一度锁定一台义影车 却发现这台车 它的铁片适用年份和车型都不相符 经过三天来的追查 终于找到在事发前10分钟 还有另外一台义影车经过 掉落了这片铁片 后来又被警方锁定的车辆碾过 因此酿货 两个驾驶都没察觉 现在被依过失杀人罪嫌 移送真办 台88快速道路上 一台义影车呼啸而过 而它就是日前铁片砸中女教师的 肇事车辆 应该铁片较为特殊 持续交叉分析 进而确认掉落物来源车辆 根据行车记录器 在事发前几秒 有两台义影车 及两台自小客车 先后经过 警方锁定最后一台 却发现于铁片试用车型 及试用年份都不符合 一路往前追 过滤近2000部车辆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A车掉落了零件之后 B车经过的时候 才把这个零件因为碾压的关系 而造成喷飞 原来17号清晨6点多 当时侯兴男子驾驶义影车 从屏东回台南 途中补助钢板固定器断裂 约10分钟后 许姓男子也驾驶影车经过 碰巧碾压铁片 导致弹飞 杂重对象车道叫车 但由于当时车速快 两名影车驾驶都没有察觉 事后警方在路上拦住了 找失的车辆 并仔细检查车体 国真也找到断裂处 无意间酿成一死悲剧 两名驾驶都被移送法办 三天追查真相大白 警方也透露 当时李姓老师 被4.5公斤铁片砸中头部 却凭最后抑制将车 沿着内线滑行停下 没让意外扩大 行为令人动容 如今终于找出凶手 外籍选手命丧他乡 这是一名菲律宾籍男子 来到台湾参加自行车挑战大赛 清晨在前往赛场途中 被后方车辆追撞 飞机男子当场弹飞 10公尺远伤众送医不治 而这要是驾驶事发后 还弃车逃逸 警方寻现追查 发现驾驶的酒测值超标 又是酒驾酿货 自行车选手发现镜头拍摄 面露笑容开心比赞 不止本国籍的选手多 外籍选手也很多 但同一场赛事 有选手却在参加途中 命丧轮下 遭撞的自行车后轮被撞烂 车架断裂 而照着的银色照车 挡风玻璃破裂 前包感和后照镜脱落 但驾驶人竟然肇事逃逸 事发在新北市林口西滨公路 菲律宾籍的单车骑士 日前报名参加自行车挑战赛 20号凌晨4点27分 正骑车前往巴黎的出发地点 不料被照射的车车从后方追撞 骑士喷飞10公尺 重伤后送医不治 而简性驾驶把车丢在现场 肇事逃逸 五点五个小时内被警方带到案 发现酒测值超过零点二五 又是酒驾上路 我这觉得那个人真的很可恶 车子到那边因为开不动 可是跑掉了 喝酒你才会跑掉 你如果没有喝酒会跑掉吗 肇事驾驶到案后公称 因为害怕面对才遇第一时间落跑 而他这次的酒后开车 害得外骑骑士命丧一伤 也让这场自行车赛永远无法完赛 记者上胡振伦 陈辉纯 新北市报道 马上来关心台北市再新社区 女儿墙坍塌意外 经过连夜的清除 已经清理完毕了 上午开放两小时 让住户回家整理家当 不少人赶快打包行李 要搬到亲友家去住 说真的不敢继续住回去了 而且这一栋公寓 在去年已经被检测出 混泥土绿离子含量超标 钢筋容易锈化 被技师认定是围楼 但市府澄清这不是海沙屋 就怕再坍塌 居民拎着大包小包 要赶在两个小时之内 把重要东西大包带走 惊悚瞬间确实让大家吓坏了 大量瓷砖崩落 扬起粉尘 在新社区19号下午 发生女儿墙坍塌意外 市府连夜清理 先撤离7户居民 20号一早8点半到10点半 短暂开放 在里长陪同下可以进去整理 想起事发当下的状况 不但心有余悸 住户也直呼不敢再住下去了 当时六楼夹盖的女儿墙 直接崩塌 还砸坏二楼阳台和三部轿车 磁砖混凝土全都砸到一楼路面 现场漫目疮痍 连夜拆除顶楼原本凹陷的铁皮屋 也已经被拆掉 只是居民还是挥不了家 结构技师土木技师 还有建筑师 工会会派人来 我们要进去里面来看看 到底房屋里面有没有受损 其实这栋公寓去年就被检出 混凝土绿离子含量超标 钢筋容易锈化 被技师认为是围楼 但市府澄清并非害沙屋 将派员仔细鉴定 到底有没有安全疑虑 住户又该找谁求偿 市府恐怕得尽快给出答案 别让居民无家可归 这里要听到时间太别报导